美国福格森再传枪响 两名警察遭到示威群众打伤 普京消失八天引发猜测 俄罗斯当局保证普京绝对健康 美国前国务院官员说 习近平将是中国最后一个共产党信徒 为什么 晚安 欢迎收看3月13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 正式逮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 习近平为何对女权开刀呢 另外中国军中大老虎纷纷落马 军队腐败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将有详细分析 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下面我们先请许波 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许波 好 谢谢郁文 美国密苏里州福格森市警察 仍在搜捕枪击两名警察的凶手 与此同时呢 福格森警察局外面的抗议示威活动进入尾声 奥巴马总统谴责发生在密苏里州福格森市 枪击警察事件是犯罪行为 并且说必须逮捕开枪的人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数十人星期四举行抗议游行 另一些人在星期四早晨距离发生枪击事件 几米远的地方举行蜡烛手艺活动 一名警察被击中脸部 另一人肩膀受伤 两人预计都会康复 一名牧师发表演讲 敦促参加集会的人 克服分裂社区的势力 我们来到这里要记住 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 只有我们承认彼此间共有的人性 我们才能弥合伤痕 这是手机录下的枪击视频 警方随后对凶手展开大规模搜捕 扣押了三人 但警方表示 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 奥巴马星期四晚间发表电视讲话说 开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 不应让这一事件转移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力 早些时候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 将星期四凌晨的袭击称为伏击 这些人不是要让福格森弥合伤痕 他们是该死的恶棍 在一个试图采取共同行动的地方 在一个分裂了太久 而正在进行整合的社区 剥下了不合的种子 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前 福格森警察局长在司法部报告指责 当地警察局存在种族偏见之后辞职 福格森警察局长汤姆斯·吉克森 星期三在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 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的 七个月后提交了辞职报告 布朗在去年八月的一次街头冲突中 袭击威尔逊 司法部没有指控威尔逊违反布朗的民权 州陪审团也没有对威尔逊提出刑事指控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接受了 尼日利亚极端组织伯科圣地的效忠宣誓 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 伊斯兰国发言人星期四发表声明 对该组织自行宣称成立的 哈里发国扩展到西非表示欢迎 伯科圣地首领谢考上星期通过视频宣誓 该组织将服从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的命令 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个组织协调行动的程度 其他几个伊斯兰叛乱组织也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但看来其中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联盟 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本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 伯科圣地战斗人员正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 中东营地接受训练 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埃及 参加旨在为埃及引进外资的经济峰会 埃及目前陷于政治困境 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将在戒备森严的 西奈半岛红海旅游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 该地区曾经发生叛乱 这是导致埃及经济发展停滞的因素之一 自前埃及总统穆尔西在2013年军事政变中 被赶下台以来西奈半岛的激进分子发动了一系列袭击 这些激进分子宣称效忠伊斯兰国组织 埃及总统塞西试图显示自己能够遏制暴力 以及吸引外国投资者 由于埃及政局动荡外国投资者离开了埃及 数百名企业界领袖和官员将出席这次高调举行的国际会议 包括美国和欧盟的高层外交官 以及英国石油等大公司的代表 韩国官员说朝鲜星期四向海上发射了七枚地对空短程导弹 导弹星期四夜间从朝鲜西海岸发射落在东部沿海水域 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导弹试射 平壤经常试射导弹火箭和火炮 以抗议美国和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28名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 将被依法公开审判 周强说将依法审判依法公开 71岁的周永康是过去十年里落马的权力最高的中共官员 但批评人士表示 只要党依然大于法 中国的司法公正和独立就无从谈起 最后中国妇女权益活动人士 韦婷婷的代理律师王秋实表示 韦婷婷和另外四名妇女权益维权人士 于星期四被北京警方正式刑事拘留 原因是他们打算在三个城市打出反性骚扰的标语 另外四名被捕的活动人士是 李婷婷 王曼 郑楚然和武荣荣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鲍尔 星期四在推特上呼吁中国释放这五名活动人士 欧盟也呼吁释放他们 好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近来在美国 在日本 都有一些分析人士 对习近平是不是能够在巩固权力以后 继续推动政治改革 表示了悲观 与习近平接触过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 坎贝尔就以他对习近平的近距离观察表示 习近平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真实信徒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 钟晨芳还有易若昆所做的采访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亲坎贝尔星期四 在华盛顿的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 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对外开始大秀肌肉 在军事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 都做出积极自信的强硬姿态 处处展现出和前任领导人 吴锦涛 温家宝不同风格 坎贝尔提到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时 来美访问 他陪同美国副总统拜登 带领习近平到美国爱欧华州参访 他个人在一个场合中 对习近平的近距离观察 坎贝尔说 习近平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社会的念资在资 让他不禁得到一个结论 认为习近平将是中国最后一个共产党信徒 坎贝尔说 我们坐在一个吧台讨论 这是在薄熙来倒台之前的事 他充满钦佩地谈论起那些 1940和1950年代初期的一些图片和事迹的宣传作用 以及他们对中国下一代年轻人 可能产生的心理以及社会影响 他认为这种宣传效果必须扩大到全国的层面 当时你可以看到他在与薄熙来竞争时的焦虑 不过也可以看到 试图重建共产主义信念的想法非常吸引他 我看到我的中国朋友用力点头时心里在想 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共产党员 这个人真的从根本上相信 1940年代的黑白照片可以让那些极为不同的 正走在通向21世纪途中的都市人产生共鸣 尽管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打击腐败受到许多赞赏 但是坎贝尔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对改革产生反效果 坎贝尔说 关注中国情势的人都很清楚 习近平与他的领导班子正在做的事对中层官僚产生一个影响 他们因为考虑到可能的后果 现在已经比较不敢暗地里做一些涉及腐败的事 但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在这么做的同时 又要这些人准备好去解决国企改革的挑战和政府投资 如果你是一个官僚人员 你最有可能做的就是低着头什么事也不做 坎贝尔说 他对中国最大的担忧不是经济放缓 而是中国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富人 对中国长期前景和近期发展的看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 易若昆的采访报道 那么继续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 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 到底我们该如何看中国军队的腐败问题 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玉文 是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从最近几年来 不断地有徐才后 古俊山 几位军中大老虎 将近有30只大老虎在落马了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参与两会的一些军方官员 甚至还提到 其实军中的问题很严重的 包括入党 包括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可以用钱来买通 所以腐败的问题还有现象非常的严重 到底军队的腐败本质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是30个大老虎 那没错 是第一批 他们去年公布了16个将军 那么今年又公布了 就今年又公布了14个将军 有30个少将以上的重要的军队高官落马 那么现在还有报道说 就是这次两会的委员还透露说 就是这种少将以上的高官落马呢 恐怕要有40到50个 还有20名正在双规当中 正在调查他们 正在处理他们 没有把他们最后的这个结果 给大家公布出来 所以这个情势是非常严重的 中共的高层政治局 他们意识到这点 中共军方的高层 他们也意识到这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200万军队 出现这么大面的腐败呢 因为这些四五十个人 他们是掌管了军中最重要的权力 从军委副主席到政治局委员 然后到各部委的重要负责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们出了事 就说明这个军队当中 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而中共的军队 是中共非常依赖的一个 两杆子当中的一杆子 一个枪杆子 一个笔杆子 而枪杆子是他们依靠的 最重要的对象 是 那么海涛 在我们谈到问题的 严重性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 中国军中也有一些高层将领 说其实军队整体是好的 就怎么解读呢 是 在环球时报上 最新一期环球时报上 他们采访了一个 解放军的一个高级军官 叫彭光谦 也是一个少将 彭光谦先生 他曾经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他也研究过 待过 那么他就接受采访 因为什么呢 缘起一个华尔街日报 最近提到了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中国军队的腐败问题 有从排长 连长 营长 团长 什么师长 每个人如果上升 你想提都明码标价 都有几百万 到甚至的上千万 那么华尔街日报 刊登出这篇文章以后 这个环球时报 彭光谦认为 你不对 你是给我们部队抹黑 虽然我们军队200万人 只有0.01% 1万人 比方是出了问题 其他的99.9% 都是好的 你不可以说 这1万人 影响了我们的 299万人 所以他就是 大家看问题的重点 不一样 如果就是从 刘元等官员 看问题的重点 他是着重于 这些腐败的干部 惩署他们 对军队有什么样的好处 而这些 彭光谦这样的一些干部 他认为 我们的主体是好的 你们看的只是 细微末节 是小节 你们影响了 看我们中国军队的主体 从理论来讲 彭光谦有他的道理 但从实际当中 刘元和习近平 他们更有他的道理 刘元认为 习近平 这回 就是习近平点名 习近平亲自批准 把徐才厚和古军山 给他拿下 是 你刚刚提到 就是习近平决定 拿下古军山 拿下徐才厚等人的 我们也注意到 今天全国政协 在北京闭幕了 但是在两会期间 习近平也特别参与了 两会军方代表团的 相关讨论 所以看得出来 他非常重视 军方的这一块 跟我们谈谈 中共高层的态度 到底是如何 那么习近平 参加军方代表团 我注意到 他这个整篇 主要是鼓励军队的士气 只有一句话 提到了军队的反腐 说是 我们加强了反腐的工作 但整篇 他是对军队 是采取一种 就是鼓励 推他们往前走的 现在军队 中国军方 有一批人 就他们担忧 就是你这样的反腐 就影响了 我们解放军的形象 影响了解放军 在老百姓 人民当中的地位 所以你们要有所纠正 习近平大概 听到了这种呼声 所以他在这个 重要的场合下 他不怎么提 这个军队的反腐 实际上在去年 习近平在福建上航 曾经召开一个 一次全军的军事 政治工作会议 所有的重要干部都去了 他在那个会议上 他提到了 徐才厚和反腐的问题 那么这次 这么重要的会议上 他没有提到 没有点出任何的名 因为反腐 只是一笔带过 说明这个中国军方 说不高层 特别习近平他们高层 意识到了这个 军方内部的 这有一些反弹 所以除了大棒之外 也要放点胡萝卜了 没错 好的 我们谢谢海涛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的 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视频 也将为您刊载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留下您的评论与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深圳一直是中国的硬件制造的一个重要中心 可是您知道 现在的深圳已经很不一样了 稍后我们将有详情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回忆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形状 你把真相吃 才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 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 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得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卫视新闻 中国深圳 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 现在这座中国的南方城市 已经不再只是硬件制造的天堂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卫视新闻所作的报道 深圳如今 已经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了 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 在这里研发和完善高科技产品 Soundbrainer 是一家制造音乐人 用的可佩戴电子产品的创业公司 西门丁格和他的团队 从德国搬到了这里 是为了靠近中国的制造中心 我们是在柏林起步 开发功能样机的 我们已经请几个音乐家做过测试 但是我们那时也只能做到那个地步 我们有功能样机 但是要将它设计成能够制造的产品 需要有曾经干过制造业的专业人士 有越来越多像Soundbrainer这样的科技创业公司 被吸引到深圳 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大 也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 主流电子产品生产中心 刚到深圳时 我们只有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器件 但是接下来需要它改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让整个产品的体积变小 能够适合上万件规模的生产 我们在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 来做所有这些事 艾伦·库珀是Locate的创始人 Locate是跟踪行李的一个平台 他目前还处于早期的概念阶段 因此到这里来闯闯 看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在那里的团队当中 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 他们都有多年开发这类技术的经验 具体的说 是为财富500强规模的公司 研发全球定位系统巡航技术 所以可以说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幸亏当地有像Brink和Glueprint那样的推手 硬件开发者能够在两个月内 把仍停留在纸上的概念 转变成可以运行的样机 但是空降制造并非毫无挫折 合作者对于避免在开销上犯错 以及获得先发优势至关重要 专利听力产品制造商保罗·李说 产品和工厂互有需求 工厂其实需要新产品 他们不能每年都靠两个热销电话机过日子 新产品则需要有工厂 如果他们找不到一家好工厂 那你靠募集一千万美元也没用 毫无疑问的是 这个素生城市 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求科技情缘的温床 VOA 韦时新闻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的名誉教授 85岁高龄的傅高益 他最近特别接受了 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 就范围广泛的问题 发表看法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出的这部分专访 涉及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 还有香港问题 您觉得中国 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的中国 有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吗 我想关于国际秩序 这很多事情是还不知道 因为他工作只有两年的 所以现在正在做 所以那个效果怎么样 那是还不知道 但是比方说最近 关于那个保护环境的那样的 中国跟美国是合作 我觉得那是好的事情 要是这样的把很多问题 那个合作的话 我觉得是会有好事情 您怎么看待习近平 对中日关系的处理 我们看到最近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 这个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都存在着摩擦 您觉得就是中日两国 在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都有一些 值得反省的地方 关于历史 我认为那个日本人呢 那个二战以后的改变非常多 那么中国人碰见日本 只要是二战时期了 所以他们二战时期的日本人 做了很多坏事 那么战后 那个日本人做了怎么事啊 那个中国人跟日本的接触不多 比方说我个人是 那个五十年 六十年前才去日本的 我每年去日本 看那个变化 看他们的精神 我看二战 因为美国也二战时期啊 跟日本打过仗 美国 我的一些那个高中的朋友也死了 但是二战后 那个日本是变化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那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 也不够了解了 我告诉日本人呢 关于二战时期的事情啊 应该说的更多 应该更详细 但是一些日本人说了 但是那个中国也不太宣传 所以你问那个日本人呢 你二战时期 你是不是那个保签 保签了很多次啊 你问了那个中国人呢 他们保签没有 没有保签 他们没有保签 所以我想啊 他们的 对那个实际的情况 那是都有 都有那个 那个 那个 说法 所以那个 那个中国不了解 那个日本人的确 现在对二战的变化 也不够了解 那么 我告诉那个 日本的朋友啊 你应该那个 对那个 中国的 那个老百姓的 那个情绪啊 跟那个 韩国人的情绪 应该多了解了 应该那个 多保签 我想那个两方面呢 都应该听邓小平的话 应该向前看 那个应该做朋友 我现在准备写 一本书啊 关于中国 跟日本的历史啊 我想的是 长期的 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啊 他们的接触非常多 有好的时代 有坏的时代 但是现在我觉得 对世界的和平 对世界的 那个 前途啊 两个国家的人 应该做好朋友 我觉得对两个方面 都是好处 您怎么看待香港最近的这个 战中的运动 还有这个雨伞革命 我认为 两个方面 大陆的方面 还有那个香港的 学生的方面 都有不足的地方了 我个人认为啊 基本的问题啊 不是政治的问题啊 是基本是社会的问题啊 我五十年代 我第一次去香港 是六十年前 那个大陆人很穷啊 七十年代也很穷啊 香港人呢 七十年代已经是 那个 他们的生活很不错 那么 当时 那个大陆人很穷啊 香港是浮起来了 现在那个大陆浮起来了 所以 大陆的一些人 喜欢去香港 所以在香港 可以买土地 那么 那个 中国的人口 这么多 中国有十三亿的人口 很多人 喜欢去香港 香港 只有那七百万的人口 这七百万的人口 也要是大陆很多人 想买土地 那个价钱呢 香港土地的价钱 提高太多了 所以 普通的老百姓啊 没有办法 那个买土地 没有办法 那个 那个 住在那个好的地方啊 那么 还有工作 你们大陆这么多 能干的人 跑到香港 所以 那个 香港的能干的人 不会叫好的工作 因为 那个大陆的 最能干的人 来到香港了 所以 他们的机会不多 还有那个 大陆的人买很多 那个东西啊 所以那个 在香港不一定 能不能买 您提到这个社会方面的问题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导致香港人 跟大陆人之间 有一种 嗯 抵触的情绪 嗯 但是在政治上 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北京就是 不放松 就是不允许香港人 可以自己去 选举他自己的领导人 我认为 那个问题不是这么大 嗯 因为 那个 那个大陆也 那个 可能让香港人 二零 那个 二零 要七年呢 能投票 也那个 自己能投票 为他们的领导人 当然 他们喜欢 应该那个民族更多一点 但是 我觉得那个 那个问题 以我看 不是这么重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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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社会的 经济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个政治问题 可能只是 这个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体现 对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对 我是这么看 对 非常感谢您 不要谢 高一教授 那么有关于 傅高一教授的专访全部内容呢 现在已经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了 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已经从公众视野消失八天了 普京到底去哪儿了呢 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 也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台 欢迎继续回到BOA卫视新闻 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呢 有上百位的律师还有公民 他们星期二向两会代表 还有委员发出了公开信 他们强烈呼吁人大批准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保障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 这封公开信呢 还要求人大设立宪法法院 切实的保障人民的选举权 还有被选举权 公开信还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 明确的保障公民的信仰 还有接受自由 修改1989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已彻底的扭转 长期以来 对任何集会游行示威申请 几乎是没有批准的做法 英国他们在3月12号 向中国提交了确认函 主要就是作为加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 这也表示英国将会成为亚投行 第一个来自主要西方国家的成员 对此呢 美国白宫国安会的一位发言人说 任何新的多边机制 都应该要纳入像世界银行 以及区域发展银行 一样的高标准 美国也关切亚投行是否能够达到高标准 特别是有关政治特别是有关他的智能 环境还有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问题 另外呢美国国务院也说 欢迎中国所提议成立的亚投行 只要他的创始文件还有旅行的方式 可以坚持和其他发展机构一样的高标准 那么莎琪在星期四就此发表了评论 我们下面继续再来看看莎琪是怎么说的 显然的各别国家自行做出决定 我们曾经表示希望看到更大的透明度 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具体细节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特别的评论 另外呢您可能最近常在社交媒体上 会看到这些当场处决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相关视频 在公众的眼里这一切似乎都和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是有关联的 不过您知道吗 随着伊拉克部队还有什叶派民兵陆续收复了领土 又出现了新的同样血腥的相关视频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回来的报道 一个男孩被控与伊斯兰国合作即将被处死 这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网上张贴的一段视频 这种视频常常是通过手机发出的 作战人员拍下这样的画面然后放到网上 他们希望借此展现他们也能够很强 也能够跟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一样残忍 而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费利普·史尼斯 一直关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网上活动 自2014年秋天以来的几个月 这种血腥残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猛增 美国官员说这些视频很难进行验证 但是显然非常令人担心 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视频出现 确切的数字很难掌握 在什叶派民兵看来 这些视频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支持 而同时震慑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 而对于个人来说 这是赢得战功和建立网上履历的快速便捷的方法 如果我想要加入民兵组织 我就很可能要来一个画面来作证 我想让人知道 我已经向伊斯兰国的人展示我的厉害了 你们都做了什么 我可是有图有真相 史密斯说 高层民兵官员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种做法 而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持续推进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将提出何种警告 还有待观察 有渗透者想要通过侵犯人民的安全与财产等犯罪活动 来玷污我们的胜利 因此我们向安全部队 警察 军队指挥官 和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发布了严格的命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奇说 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 我们已经暂停了来自某些伊拉克部门的帮助 过去我们曾经将他们当作可信的信息来源 但是什叶派民兵却是另一回事 因为许多人响应伊朗的召唤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国会议员表示 这让他感到担心 他们夺回失去的领土时 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 或者种族清洗 研究人员史密斯说 伊拉克人手机信系列的故事 非常明确 他说明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非常残酷 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 他还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每一段视频都是新的 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炫耀 展示自己的残忍 美国正义记者赛尔丁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来自俄罗斯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已经有至少一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 这也引发了对他的健康状况的相关揣测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发布了各种有严肃也有诙谐的猜测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社交媒体星期四大肆转发俄罗斯互联网上的各种传言 说普京已经去世 这些标题引发了世界范围 主流媒体对俄罗斯总统健康状况的揣测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没有担心的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对普京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 他的身体非常好 他的一切都很好 普京一直努力保持强健体魄 有决断力领导人的形象 人民能够指望他解决挑战性的问题 但是自从3月5日接待到访的意大利总理伦奇后 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普京的发言人说 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这取决于每天的安排 有时他公开露面多一些 有时候不公开露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是工作狂了 克里姆林宫说 普京正在为几天后的繁忙日程做准备 包括一些国际会议 但是原定本周前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被推迟 普京脱离公众视线之前 他的对手聂姆索夫刚刚被安葬 聂姆索夫2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桥上被人开枪打死 反对派活动人士不相信官方对聂姆索夫被杀的调查 指出一名承认卷入此案的嫌疑人可能是驱打成招 聂姆索夫的女儿燃娜说 普京应该对他父亲的死亡承担政治责任 我们理解他女儿的感受 我们只能重复这次悲剧发生后普京总统表达的悼念 我们只能说调查仍在继续 过去一年来由于石油价格走低 和西方国家因莫斯科武装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类分子而实施的制裁 俄罗斯经济下滑 但是很多俄罗斯人仍旧支持普京 认为他是个强有力的领导 在叶卡吉林堡一名铁匠正在铸造普京纪念币 这些纪念币能提振士气 我们不是在造钱 我们在纪念币上铸造一些话 如一切都会好的 这上面有我们总统的姓氏 我们必须要跟总统走 我坚信这条道路 沙皇俄国曾铸造过沙皇头像的硬币 在前苏联时代 出现在硬币上的唯一头像 是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人列宁 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宇航局在星期四发射了四颗卫星 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地球与太阳之间 被称为磁重连的磁场碰撞的现象 美国宇航局星期四晚上 从卡纳维拉尔角 发射了由无人火箭 所搭载的四颗卫星 预计卫星将会沿着 橢圆形的轨道 组成金字塔状编队飞行 研究地球磁场 与太阳磁场连接 断开再连接的过程 并且会提供磁场的立体视图 磁重连的现象释放出大量能量 也会造成北极光 同时也会引起干扰无线电波的太阳风暴 美国空军一名官员在星期四说 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沿海坠毁的 一架黑鹰直升飞机上的11名军人 巨星已经全部遇难 空军上校坎农说 军方目前的重点是打捞直升机的残骸 还有军人遗体 搜救人员在埃格林军事基地 附近的圣塔罗沙海湾的海底 发现了直升机 机上全部七名海军陆战队军人 还有四名路易斯安娜国民警卫队成员的遗体 据信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的遗体 目前还在直升机的残骸内 两架黑鹰直升机在埃格林附近 进行训练时遭遇大雾 一架坠入了佛罗里达州北部陆地 和一个沿州岛之间的海峡 另外一架则是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继续我们来看看 在乌克兰东部经历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 现在似乎有更多人是偏向了反政府武装 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 从顿涅茨克发回来的报道 这些都是乌克兰反政府军的一些新面孔 这些新兵属于顿和哥萨克反政府军的一个营 正在赶赴顿涅茨克一处荒原 接受武器训练 他们的练习靶子是亲西方乌克兰政治人物的面孔 包括总理亚才纽克 前总理寂寞深科 几个月前乌克兰政府为收复东部地区 发动了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 不过这些哥萨克人有着捍卫俄罗斯帝国的悠久历史 对他们来说政府军的攻势就像是一个他们原本就不信任的新政府发动的武装侵略 他们的指挥官萨莎在战前是经济学者和商人 他去过基辅在那里有朋友 不过如今他说基辅那边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参战 他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是亲俄罗斯的公民 但我不这么想 我们生下来就是俄罗斯人 流淌着俄罗斯血液 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 一般来说我们跟乌克兰西部90%的老朋友没有接触 我们和他们之间严重缺乏理解 双方都在已开发的地段动用大炮和火箭 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些男子说炮火没有吓到他们 反而把他们推向反政府军 铁锤手本是一名矿工 直到炮击几乎摧毁了他的村庄 我的很多邻居被炸死了 很多从前的工友被炸死了 周围所有的房屋还有教堂都被炸毁了 孩子们的游戏场和学校也被炸毁了 这些新兵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志愿来东部帮政府打仗的人 其中有些人属于极右翼政治运动 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当年很多男男女女站在苏联和盟军一边战斗 而乌克兰西部在希特勒阵营统治下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很多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 武器训练的最后科目是炸药示范 用的是来自煤矿的旧设备 虽然有停火协议 但这些男子说他们觉得战斗很快就会打响 在这场战争中一方认为他们是在打击恐怖分子 而另一方觉得他们是在打击纳粹分子 冲突持续的越长 本地区的两极分化也就越严重 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在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我们看到炸弹空袭可以说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吸引眼球的画面 但是您知道吗 在每一天发生的许多看不到的活动 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加广泛传播 还有毁灭性的灾难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些就是对政府对公司信息 还有对控制系统所发起的网络攻击 美国之音记者佛莱克斯最近就特别采访了 在休斯顿举办的一个网络安全会议 下面我们就来看报道 当飓风桑迪2012年席卷纽约市时 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无法使用电和交通等关键的服务而被困 维修人员挣扎着让这些系统得以恢复 每天恶意的黑客们试图入侵控制这些系统的电脑 从而可能造成类似的灾难 对这种威胁和非法入侵的担心 促使政府和私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切尔托夫集团的网络安全会议 在休斯顿举办的这个会议 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能源系统面临的威胁 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是主办单位的执行主席 我们已经在能源系统发现了恶意代码和恶意软件 这是否是要倒取信息或为攻击做侦查有待推断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已经被攻击了 这是一家能源公司 就管纳兹公司并没有成功的切断他们的网络 但这确实表明能源公司是网络攻击的一个目标 切尔托夫说能源产业的控制系统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来自恐怖分子和敌对的外国政府的攻击 塞兰斯公司总裁斯图尔特迈克卢尔说 他公司的软件可以保护客户抵御大部分威胁 但是塞兰斯公司本身经常成为高水平入侵的目标 唯一可以采取这些入侵行动的是拥有巨额预算的大国 有许多人许多眼球关注我们做的事 并试图越过我们 一些公司提供安全培训预防常见的违规操作 比如将未经核实的USB闪存插入一台联网的电脑 网络安全公司SS8总裁法医泽尔拉克哈尼说 人为的因素很重要 因为科技措施往往有很大的限制性 我们的经济和互联网是基于互动的模式 基于广泛的交流和分享看法的能力 当你用技术措施限制它时 你也就从根本上把我们在美国拥有的内在优势消除了 拉克哈尼说 任何机构的人都会犯错 给网络入侵以可乘之机 他说公司需要接受这个现实 并找到发现并应对这些威胁的办法 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黎巴嫩的安全部队 他们从去年夏天以来就一直在阿尔萨勒 和伊斯兰激进分子进行激烈的战斗 其中有部分军人遭到了绑架 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最近就采访了 这些被俘士兵的家属 下面我们来看看欧文斯从黎巴嫩发回来的报道 他们都是父亲兄弟和儿子 命运都落在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手中 这些黎巴嫩军警自从8月以来一直被扣押 他们在收服阿尔萨勒的战斗中被俘 然而在这场有着地区影响的危机中 这些军人和警察的家属拒绝做消极的受害人 几个月来 他们一直生活在贝鲁特中心地带的帐篷城内 保持对政府的压力 要政府争取让被扣为人质的军警获得自由 军人穆罕默德 尤素福的父亲侯赛因尤素福 是代表所有家属的发言人 我们坚定坚守在黎巴嫩政府附近 这是为了向他们施加压力 我们是被绑架者的亲属 有权力决定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近况 到目前为止 有8名军人通过谈判获释 不过还有4人被杀 另外25人仍被扣押 蓄离边界的战斗仍在持续 黎巴嫩美利坚大学的政治学者 伊玛德、萨拉梅等一些人士认为 圣战分子利用黎巴嫩内部不同教派挑拨离间 他说 激进组织利用这一分歧找到办法 在黎巴嫩政坛内部进一步挑起分歧 伊斯兰国和努斯拉运动都以各种方式 利用黎巴嫩人质问题 在黎巴嫩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挑起争斗 在帐篷营内 各家共同的磨难使这些分歧失去了意义 希望时起时落 每个星期皆有不同 有关谈判的消息常常彼此矛盾 之前家属们为了求突破封锁过道路 举行过抗议 可是如今他们只是在等待 指望坚守在此能有作用 并期待来自政府或者圣战分子的下一个讯息 将会是好消息 消息确实有一些 拉雅利 艾哈迈德 迪拉尼刚刚收到了来自鲁斯拉阵线的口信 说他的哥哥苏莱曼没有受到伤害 等待本身太难熬了 你听不到他 看不到他 这样的等待太难了 就好像是等待一个未知的东西 而这种未知的东西很吓人 我们身心疲惫 只要他们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着 那些坚守在帐篷营里的人就拒绝放弃 我本人怀着很大的希望和信仰 我相信我会看到我的儿子 拥抱他 他也会拥抱他的儿子和妻子 回到以前的生活 就跟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发生似的 美国精英记者欧文斯贝鲁特报道 在纽约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艺术节 军械库艺术展呢 今年聚焦了来自中东 北非 还有地中海的艺术作品 下面我们就跟着美国精英记者韦福 一块去看看 在曼哈顿军械库艺术展的第一天 达威什·费克的行为艺术作品 也许是被拍照最多的 而且想不注意他都很难 费克一身混搭 穿戴着不同中东传统服装 站在一个马达驱动的发光滑板上 四处游动 滑板上的覆盖物看似祷告坛 他说这叫搜搜达威什 是为了讥讽人们 对中东的思维定势 我的作品给展览带来的质量 它带着一种轻的感觉 既是我生命之轻 又是有轻松的幽默 我一半是伊朗人 一半是美国人 我用这种方式来拆解我的文化身份 然后用拼板的方式按照我的理解 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再重新组合起来 不远处是伊拉克 特意美国艺术工作者 瓦法·比拉利的作品 头戴耶路撒冷清真似圆顶式头盔的 前独裁者 萨达姆侯赛因的金色胸像 放置在一个照片版的萨达姆胸像边 那枚胸像在外太空 环绕着地球运转 比拉利说 他的灵感来自一座真实的雕像 以及萨达姆政权 在1980年代的一个计划 他们想用金子塑造萨达姆和赛因凶像 然后把它送入太空 我现在重新利用这个想法 凸显人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把独裁者摆上神台 比拉利说 如果可能 他计划用俄罗斯火箭把作品送入太空 然后用地球同步技术把它定位在伊拉克上空 它将会成为一颗闪亮的明星 提醒我们当年度过的艰难时光 我们必须记住过去 同时放眼未来 我们也必须记住过去 我们必须记住过去 我们必须记住在未来 与此同时 比拉利还在制造萨达姆胸像的梳立和竹台 并请心甘情愿每小时拿6美元工钱的 美国退伍军人帮忙 以表现他所认为的美军战士受到的剥削和忽视 他说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人报名 至于达维什费克的飞坦 军械库艺术展负责人 在第一天对他下了禁令 理由是有安全顾虑 美国之音费委纽约报道 有海伦播报 在全球有300多个政府还有企业 他们响应联合国所发起的 为穷苦妇女还有儿童 改善医疗的倡议行动 那么这项行动最近发布报告说 他们已经在许多的国家 成功降低了产妇还有儿童的死亡率 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者普蒂奇所做的报道 每一个妇女每一个儿童行动 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2010年发起的 目的是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有关健康目标的进程 这项行动的高级主管过涛纳说 这项行动成为了历史上 发展最快的全球伙伴关系 据估计2010年以来 有240万名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如果千年发展目标的健康目标 在2015年底能够实现 那么这一数字占到总获救人数的40% 240万包括12万妇女 65万新生儿和160万5岁以下的儿童 郭涛纳表示 倡议行动的目标是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计划生育 改善青少年健康和提供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 和卫生保健服务 主要针对49个低收入国家 记录显示所有这些国家在上述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令人鼓舞的是 这个行动获得的政治和资金上的支持 比过去5年增加了近25%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 无论是私人基金会 企业还是公民社会成员 甚至是联合国自身 各方承诺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 这些资金中的近三分之二已经用于这项行动 郭涛纳说 大多数孕产妇和儿童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 预防方法人人都能负担也简单适用 因此健康目标是有望达成的 孕产妇和儿童的死亡人数现在下降的最快 儿童死亡人数每年都减少将近640万 孕产妇的死亡人数在1990年以后也下降了一半 但郭涛纳表示目标任务尚未完成 因此需要继续努力 既保持目前取得的进展 又确保能加快实现最终目标 既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 所有可预防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都不会发生 VOA卫视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由海伦播报 那么根据彭博通讯社的调查 肯尼亚是世界上经济增速第三块的国家 仅次于中国还有菲律宾 不过肯尼亚的失业率却依然高居不下 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记者卢瓦加从内罗币发回了下面的报道 在内罗币郊外的联合亚利安有限公司的纺织厂 空气中响彻着工业缝纫机的声音 在交工期限到来之前 工人们紧张劳作 这家公司成立于13年前 雇佣着大约1万人 员工每月平均挣150美元 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口 每个月他们向美国的客户 发送价值1亿美元的货物 联合亚利安公司 授予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 也就是Agora 这是美国的一个贸易项目 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某些进口产品免征关税 然而一切都可能改变 项目定于9月到期 联合亚利安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和董事长潘卡吉·贝迪说 如果Agora不延长 他的公司将面临严重后果 那就是灾难 我们一直在游说 在尽力推动 实际上 政府一直很积极主动 你想 就连肯尼亚政府都在跟进 如果法案没了 那我们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们会失去所有的就业岗位 将会有社会的安全的 等等各种灾难发生 根据彭博社对57个国家的调查 肯尼亚预计 今年将有6%的增长率 这使它寄身于中国 印度 菲律宾和印尼之列 成为仅有的几个增长率 在5%或者以上的经济体 不过 肯尼亚的失业率仍然是居高不下 40%的肯尼亚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失去这项贸易协议 可能会使局势雪上加霜 金融分析人士阿里汉·塞秋说 阿高尔为肯尼亚经济增加了就业和收入 所谓的EPZ 也就是出口加工区 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政府在区内协助以纺织品出口 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是一个重要动态 对肯尼亚经济带来了正面影响 过去政治动荡 事发生的干旱 以及据信是由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 一直让肯尼亚难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工商界相信如果沟澳延续下去 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能延续下去 美国之音卢瓦加肯尼亚内罗币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OMG美语时间了 周末到了今天白杰 要教大家怎么样来度过放松休息的一天 大家好欢迎来到OMG美语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 没有说放松休息 kick b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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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how long have we been studying when was the last time we actually left this library to go outside 咱们学习多久了 咱们上一次离开图书馆到外面去是什么时候 I can't remember 7 or 8 hours I need to go home 我不记得了七八个小时以前 我得会讲 Yeah Yeah Let's kick back with some good food and watch something on Netflix 好 咱们去年好吃的 放松一下 看看Netflix Chil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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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I think that's a great idea We've studied everything we can study If we don't chillax we're gonna drive ourselves crazy 好主意 咱们能学的都学完了 现在得放松一下否则都要崩溃了 Take a breather Take a breather Take a breather 休息 歇口气 It's a good idea to take a breather before a big test We can review a little bit in the morning 大考之前歇口气也不错 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再复习一下 But first it's time to kick back 但是首先咱们先放松 放松 好 听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kick back and chillax When you want to take a breather OK 拜拜 好 谢谢白杰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第一小时VOA卫视新闻 如果您有任何看法和建议 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电邮地址是V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郑玉文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留在电视机旁 收看稍后您新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晚节目最后 我们带您到外太空 去看看太阳要般爆发的美丽场面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